98 《金融時報》 國際金價跌至五年低位市場近期將維持偏空格局 2015年7月22日環球財經08財經頭條張幻分析人士普遍認為 考慮到美聯儲加息預期下金銀投資需求難言好轉 貴金屬指跌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未來行情將維持偏空運行格局 眼下金價徘徊在近五年低位 市場投資疫情難有提振 建議投資者持偏空操作思路 本部記者將還近來 隨著希臘債務危機和伊朗局勢的相繼緩和 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明顯改善 在股票等風險資產瘋狂吸金的同時 作為被險資產代表的貴金屬市場側稅運連連 在上週連續下跌之後 貴金屬市場遭遇了罕見的黑色星期一 週已市場雖然小幅回升 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 考慮到美聯儲加息預期下金銀投資需求難言好轉 貴金屬指跌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未來行情將維持偏空運行格局 眼下金價徘徊在近五年低位 市場投資疫情難有提振 建議投資者遲偏空操作思路 延續去年的慘淡 2015年的全球大中商品市場低開低走 直至三月財在美聯儲打壓強勢 美元的行動中贏得寶貴的喘息之機 在短短的三個多月時間內 除了國際油價成功擺脫了 每桶40美元至50美元的危險區間 貴金屬市場也起形普漲 國際金價多次突破每項市1200美元大關 然而好景不長 隨著美元重回升勢 加之全球需求端復甦罰力 包括貴金屬在內的商品市場 又踏上萬萬紅塗 遺憾的事 儘管期間有希臘債務危機搞局 但由於市場一度擔心希臘會在緊急情況下 拋售黃金還債 畢竟以1013年市場就增全然撤去 普魯斯賣黃金還債一度市貴金屬暴跌 導致投資者對此類投資深有如貴 金價也未能走出一波像樣的行情 現如今 在希臘、伊朗等國局勢趨於緩和的形勢下 投資者對股票等風險資產重新燃起了熱清 全球資產市場出現了冰火兩重天的景象 一邊是終於從驚恐中解脫出來的全球股市 一邊卻是不斷創新低的貴金屬市場 在已經持續下跌了一週的情況下 本週一 受美元上漲拖累以及全球需求 弱於預期等因素影響 貴金屬市場慘遭血洗 國際金價亞市開盤不久便跌穿每盎司1100美元大關 國際銀價在盤初步跌如2%之後收跌在近8個月低位 博金更是六年多以來首次跌破每盎司1000美元 此外 全球著名金礦企業英國的量德格德資源有限公司 股價週一闖錯4.5% 使得過去十週累計下跌幅度高達25% 同時 作為白銀生產和第二大黃金生產企業 來自墨西哥的忽雷斯尼諾公司股價同樣大跌4.3% 分析造成本輪貴金屬暴跌的因素 不難發現 希臘局勢的穩定是一大度火索 由於希臘問題對商品市場的影響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 有色和貴金屬市場 如今 希臘與債權方已就第三輪夠助達成共識 後續事態發展也進一步證實了希臘與債權人之間的關係再不斷緩和 因此 這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避險情緒的貴金屬市場是十分不利的 除此之外 美元因素也難持其咎 根據上週美聯儲主席耶倫的國會證詞 美聯儲當前出現了偏鷹派的傾向 這時超出市場預期的耶倫不僅重新了在今年某個時間升息是適當的觀點 還明確指出對合適的加息高度沒有作出判斷 如果加息等待的時間更長 可能意味著加息的速度加快 此番表態屬於明顯的鷹派論調 加之美國近來基本面情況持續向好 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和通脹的穩健回暖傳遞了不少正能量 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堅定了外界對於九月加息的判斷 當然 由於全球經濟依然相對疲弱 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經濟減速之苦 這已成為貴金屬市場的長期利空因素 從貴金屬的需求層面來看 全球最大的黃金基金在上週五大幅減倉超過11噸 這是該基金自2012年12月24日以來 最大的一次單日減倉行為 除了金價的走低的持有量的 到了28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這顯示出在金價下滑的情況下 貴金屬投資需求再次降低 雖然6月以來美國金銀幣銷量持續攀升 但相對於 E.T.F.基金的規模而言 提振力度明顯不夠 從官方持今情況來看 上週 中國央行更新的黃金儲備數據 從1054.6噸增加至1658噸 雖然總體增幅達57% 但較市場如期的3,000噸甚至8,000噸的儲備規模仍有不少差距 對於投資者購金心理的提振效果有限 眼下 市場對貴金屬市場繼續走弱的判斷似乎並不存在意義 多數觀點認為 如果本周美國方面有更多利好數據出路 無疑將更加堅定美聯儲如其加息的決心 一旦美元指數繼續衝高 金銀價格下跌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記者注意到 在黃金基金減持的同時 全球最大白銀上市交易基金 上週竟再次出現了在銀價回落的過程中增持的行為 數據顯示 該基金7月以內以累計增持159噸 如果未來該基金持續增持 或許會對銀價形成某種提振 因此 也有分析認為 貴金屬市場並非沒有翻新的可能 這類觀點認為 短期內看 受多重因素影響 市場空頭情緒仍較為旺盛 不過 由於本週歐美數據面較為貴乏 在一定程度上或給金銀市場帶來喘息機會 同時 隨著金價大幅走低 低位買盤是否聚集擁現也時現階段 投資者需要多加留意的